在北京新中国第一批贵族生活的大院你们了解多少 以前有满族八席 如今有大院子弟 北京的大院生活到底什么样 很多人都想知道 那咱就聊聊北京大院 其实北京的很多行那里都有大院子弟的身影 尤其是演艺行里 其实大院分为部队大院和机关大院 住的都是特权阶级 大多数大院都是建国初期 大批军人和干部从各个地方汇聚于此 为了衣食住行方面 就在北京城里城外建起了大院 大院都是统一规制的 里边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有办公区生活区 礼堂食堂电影院 超市宾馆幼儿园 小学中学洗澡堂 医院餐厅菜市场 什么都有 只要您住这些大院里 不出院就能生活一辈子 再有北京育婴裴婴八一十一 这些原来都是大院子弟学校 北京的大院配套幼儿园和小学 在本区应该都是八家的 很多大院子弟 自称中国第一批贵族 爸妈有文化有知识有地位 属于上层阶级 有些不分子弟 儿时不能好好上学 长大了可理直气壮 匹泥众生啊 关注老七 带你了解大北京